视频开始,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问没有翅膀的鸡是什么鸡 印度小哥们到底有多会玩 小小的一个烟花都被玩出了新高度 想要把摩托车轮胎给拆除 然后在轮毂上固定一圈的烟花 夜晚降临后启动摩托车 随后就将烟花给点燃 而摩托车则瞬间成了一个风火轮 不断旋转的过程中喷洒出大量的花火 慢镜头下看更是美轮美奂 但是好看归好看 要是一不小心控制不住了或失误了 那后果可就有点大了 但对于连煤气罐都敢切的印度小哥来说 这些只是皮毛而已 我都说烟花上收获了成就后 这家伙又打算把烟花和电风扇组合在一起 将电风扇外壳拆除后 他就把烟花给固定在扇叶上 随后就用喷火箱将其给点燃 顺道将电风扇给通上电源 接下来的场面简直不要太震撼 烟花向四处喷洒 就像是一个摩天轮一样 出奇的好看壮观 差点都让人看到沦陷了 一分钟下来后烟花都已经燃烧完了 奇迹的是电风扇竟然幸存下来